那么它的第二部分就称为顺落 顺落这个顺子是啥呢 是笑的意思 顺落就是嬉笑的落美 它分布在人身体里 上下内外 就是 极落是一种梳妆的分布 从柱干到大的分支 再到嬉笑的分支 最嬉笑的分支就是顺落 第三部分就称之为伏落 伏是嵌的意思 就形形以标嵌不微的落美 就称之为伏落 那么顺落和伏落 又分为下一级的分支 又分为阴落和阳落 那么这是雷军当中 尤其是林书记 北冰市省的六十六 这一片当中明确的支出 那么 在标的落美又称为阳落 在下在立的落美称为阴落 而且它也支出了阳落顺上和阴落顺上 所出现的相关兵阵 落美顺上了 尤其是顺落当中的阳落和顺落 受到顺上以后就可能导致一些出现的病灾 但是阳落顺上或阴落顺上出现的不会是不同的 那皇帝勒记林书北冰市省第六十六名说的支出 他说阳落顺上在写外衣 写外衣在淤血 就是扣鼻出血 鼻子有血 狭衣的就是鼻子出血 阴落顺在血泪 血泪衣在吼血 这里所说的吼血 就是这里边血 就是这里边血 当然这个吼血 不能把它静静地直接视成为大便下去 按照观众人的俗话说 把伤厕所叫到后头去 就是这房子的后边 所以这里所说的吼血 那到了厕所是大便还是小便 那就极可能是大便 也可能是小便 所以这里所说的吼血 就这里打小便出去 不能静静地狭隘力竭成为 是大便下去 因为隐落 他也包括了贼下贼落美 因此极可能出现尿血 也可能出现大便下去 所以他明确地制出了 落美顺上的临床意义 因此 那么紧落西洞的第二部分是落美 落美分为大落 是最粗大的分质 再像梳妆的再嬉笑的分质 就是顺落 那么还有第三部分就是浮落 就是粉部在标签部位里落美 叫做浮落 那么顺落和浮落 它们的又可以再分为阳落和阴落 那是他们的下一个分质 在上一个层次分为三个层次 极落系统的第三部分 叫附属部分 附属部分 它分为皮部又紧紧 那么什么是皮部 皮就是皮肤 部就是分区 所谓皮部 就是人体的气标皮肤 按时而真净的分区 大家应该清楚 无关按时而真净的名称来讲 千万不干无界人体的气标皮肤 气标的皮肤只有十二个分区 是十二个名字 那么又多少个分区呢 二十四个分区 为什么呢 因为人体十二真净是坐优对称的 坐优对称 因此坐边或优边夹起来应该是二十四枚 二十四条真净 那就是名字只有十二个 坐优应该是二十四 所以人体的气标的皮肤的皮肤 是二十四个区域 也只有二十四皮肤 名字只有十二个 叫十二皮肤 那么他的划算的原则是啥呢 是按时而真净巡行以后 沿着他提标巡行的路径 他的筋络巡行附近的皮肤 都离属于盖姐妹 就是盖姐妹的皮肤 所以各条紧密的皮肤的打笑 他的范围是有区别的 这是根据十二真净 他的行形奏向有密切的关系 这是十二皮肤 十二皮肤有什么作用呢 地方一作用 他能抗议外斜 防止外斜的如今 十二皮肤的第二个重要特征是啥呢 他有调节作用 有调节什么呢 一能调节替位 皮肤上奋布的有含空 那么他通过 含空的开掌逼合 一调节替位 二调节睡衣 当然 这两条功能 调节功能 是相依之的 因为 皮肤当中的含空开掌的时候 恰恰一页就是 含液排除的时候 那么在随着含液的排除 人体掺手的 过多的热 不管是胜利情况下 或者兵利情况下 人体掺手过多的热 通过含空的开掌 含液的排除 它可以达到三日 所以 排液汉处 也调节人体的 睡夜代谢了 所以它调节作用 一是调节人体的气味 二是调节人体的 睡夜代谢 维持睡夜代谢的偏好 这个调节作用 还表现在 能够调节人体 和人们生存的 自然环境之间 气候的变化 是人体能够适应 微阶的环境 这是人体和自然界 之间保持协调 通义的一个重要方面 很显然 锦络当中的皮肤 还能起到 这样一个调节作用 当然 皮肤还有一个 干阴和传道的功能 干阴身末呢 包括了 人们生存的 自然环境当中 对人体的一些 良心刺激 或不良的刺激 那些都是良心的 气候万和 恐其前性 那么对人体 就是一个良心的刺激 那么皮肤 感受到 这样的一种 良心的以后 对人体内脏传道以后 是人体 正格的体 和微阶环境 使人体就健康 就不病 当微阶环境 出现了对人体 健康不利的一些 刺激 或者作用的时候 照样 皮肤也能够干脂 并且传道到 相关内脏 是人体能够 几十的条件 声音这样一种 不利于健康的一些刺激 从而达到 是人体 和环境之间 协调平衡 那么咱们降脏香的时候 是皮肤 降紧络的时候 这一部分功能 是在皮肤来完成的 那么附属部分的 第二部分 那就是咱们所说的 紧紧 什么是紧紧 所谓的紧紧 是人体 十而几米 连属于紧柔的体系 包括紧柔 紧尖 韧呆 这个体系 咱们称之为 十而紧紧 因此 人体全身 所有关节当中 周围奋布的 紧柔 紧尖 韧呆 都离属于紧落 离属于紧落当中 是啥呢 十而真紧 这也是十而真紧 和齐紧八美之间的 差异之一 这也是十而真紧 所具备的特点 那么 十而真紧 它遭央是按照 十而真紧 分布的区域的 那么由于 十而真紧 是座右堆称 所以 座右堆称的 相关关节当中 关节周围 分布的经济 都离属于 相关的 十而真紧 因此 十而真紧 也没有 太书的名字 它是以 所属十而真紧 之名 所属十而真紧 之名 作为 它 紧紧 之名 比如说 树太阴飞进的 紧紧 当树太阴飞进 形形于 TBO的时候 它过于 处于 野我之前 种复学 它形于 剪皱的 下来 雷侧 我剪 然后沿着 伤之 雷侧的 前沿 我重 因此 重关节的 紧紧部分 可 雷侧 也就是 木质 这一侧 这一部分的 境界 就离属于 树太阴飞进 继续 上行 到 万关节的时候 因此 在万关节 按 雷侧 按 种前 雷儿 雷儿 那么 雷儿靠近 木质 这一侧的 境界 就离属于 树太阴飞进 基于上 大鱼机 于是 木质的 这个关节的雷侧 或 作为的 境界 就离属于 树太阴飞进 那么 它的第二个 关节的境界 也是 都是属于 树太阴飞进 因此 座右量数 是一样的 因此 它的名字 十二境界 没有独立的名字 寻行 这个部位的境界 就称之为 树太阴飞进 的境界 不过是 在 它的真境之名 后边 架上 境界而知 就行了 这是咱们介绍的 十二 境界 那么 通过上面 咱们的内容 简单的介绍 可以看出 人体的 境落系统 有三大部分 乙部分 是 结媚 是柱干 第二部分 是落媚 是分支 第三部分 是复苏部分 那么 柱干部分 由十二真境 七境拔媚 十二境别 那么 落媚部分 由十无大洛 也称为大洛 也称为别洛 有 顺洛 有伏洛 三部分 而顺洛 伏洛 下一级 又分为阳洛和阴洛的 实际上是三部分 复苏部分 由十二皮部 和十二境界 这就是咱们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 这个 锦络系统的 它的 这个 这个系统的 结构 咱们 了解了 十二境 美的 这个 锦络系统的 结构 以后 咱们下面要 静静 要掌握的 一个很重要的 要 十二真境 什么是十二真境 所谓十二真境 就是指的 瘦的三条印境 瘦太阳飞境 瘦双印信境 瘦卷行报境 以及与他相对的 瘦的散阳境 瘦阳明大长境 瘦烧阳三角境 瘦太阳笑场境 那么 这六条就称为 瘦的三印散阳境 十二真境的 另一部分 那就是 柱的三印散阳境 那么柱三印境 又柱太阳皮境 柱卷阴干境 柱烧印深境 柱的散阳境 又柱阳明危境 柱烧阳淡境 那么柱 太阳 瘦广境 那么 这十二条精密 咱们就称之为 十二真境 很显然 是勿赃柳腹的 所属的姐妹 再加上 受决以 贤宝境 就是十二真境 那么 十二真境 为什么 十二真境 把这十二条 称之为十二真境 那就是说 他们十二真境 所拘毙的特点 是什么 把他们 鬼之于同一类的 乙军是什么 第一条 那么十二真境 都 所属 一个 累脏 就是物脏和柳腹 所属一个累脏 咱们刚才已经谈了 树的三印三杨 三杨 结妹当中 那么 树太阳一境 是离树与飞 树飞 他落 大场 那么 树 绝印 行报境 他 树 行报 弱三角 树双一性境 树性 弱 笑肠 犯指 树散 阳 静 树 响应的腹 而弱 响应的脏 因此 第一条一句 十二真境时 他们都分别 弱和树 一个累脏 这个累脏 主要是 物脏 柳腹 加 行报 所属 第二个方面 他们分布又规律 他们的分布来讲 尤其在私质不微 分布的规律性很强 硬紧是行雷侧 私质的雷侧 阳紧是分布在私质的外侧 这符合 隐阳学说当中所说的 威为阳 类为业 所以他们分布相当的规律 而且呢 他们的奏相和交解 是有明确的规律 那么除了这些特点以外 他们相互之间是数位相关 如环无断 数位相关 如环无断 真以为他们居比这些特点 所以 咱们把这十二条精美 称之为常规的精美 这里所说的真 就是常规的 这里所说的十二真净的真 是这里常规的意思 他与后面所说的奇对 奇尽八美的奇 是非常规的 又区别的 非常规的 有意思 刚好是想对的 咱们知道了十二真净 为什么把他们称 贵同一类的利偶 这样的四条 那么十二真净的命名 每一条姐妹都有一个名称 那么十二真净的 命名规律是什么呢 他们的命名规律 咱们中间有一下几点 第一个 是根据他们的 寻形不规 是根据粉兽座 因此 凡是称为兽的 这个姐妹 主要坐在那里 伤之 称之为兽的 一定是在伤之 这里的兽 是指的伤之 可不能 尽尽力竭成为兽上 是伤之 凡是称为兽的 都寻形 瞎之 瞎之是他们 主要寻形的部位 所以 寻形部位是 粉兽座 第二个 他们的粉不不微 在私之不微的粉不不微 别隐阳 趁阳进 趁印进 是根据他们粉不在 伤之和瞎之的 歪侧面 还是雷侧面 是粉不 那么 明隐阳的 第二条一句 也就是咱们中间上 命名的第三条一句 就是根据他们 所属的张或父 来编一样 根据内进的观念 张为阴 父为阳 物张为阴 柳父为阳 因此 大凡是属于物张的姐妹 都是以印尽来命名的 大凡是 杨 柳父的姐妹 都是以杨尽来命名的 所以杨尽肯定是柳父的姐妹 印尽肯定是物张的姐妹 因此咱们用两条来编一样的 一个是粉不在四肢的 外侧面 还是内侧面 外为阳 内为来 命名它是印和阳的 侠子也是如此 第二个 咱们就确定它是印阳的 是根据它 所属的张 或者是父 张的姐妹 属于 父的姐妹 为阳 第四条 根据姐妹在四肢不为的 前后惯系 别太少 分别它们是 太 少 绝 因为十二根境当中的 散阳界 有太阳 烧阳 阳明 那么十二根境当中的印境 分别有 太阳 烧阳 和绝 那么如何 根据咱们刚才所说的 这一条命名一句 如何根据他们在 私之不为 对前后来别胎烧的呢 他们都是 重体上 锦络和雷藏是一样 藏为助 父为错 理解这个问题的时候 包括理解藏相的时候 中意上是特别忠实物藏的 因此 锦络也是如此 强调了 脏 父 的功能 本身简单 他的研究内容 层次也不深 这都和 中意学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脏为助 父为从 有很重要的 这个理念 有很重要的关系 为什么说 脏为助 父为从 你看姐妹 他的前后粉部的定位来说 是现以脏来定复 以脏定复的 咱们根据前面三条原则 那么 树三印镜 和助三印镜 它都巡行在 伤之和瞎之 分别巡行在 伤之和瞎之的雷侧 那么 树的散阳镜 和助的散阳镜 分别巡行在 伤之的歪侧 也就是背侧面 和瞎之的歪侧面 那么 咱们刚才说说的 根据在四指不为别胎烧的时候 以脏顶覆 咱们看 伤之 伤之地 受胎业飞禁 受卷行报警 受少爷信击 从前到后 胎这儿大业 大这儿胎业 受胎业飞禁 在大支地 行刑在大支地这一侧 终之在大墓支地 指甲根部的外侧面 烧着笑颜 笑着少爷 那么 受少爷信净 循行在伤之 雷侧后颜 致电在笑之地 直断 那么 总先是啥呢 是绝阴 为什么 总先循行一绝阴 受卷行保警 从受障处于 种子的末端 种宠邪 受障当中 只有一个学位 这一个学位 就是种子 制断 相类完成以后 制断 刚好对应的这个位置 这就叫劳贡学 那么劳贡学 就是受卷行保警的学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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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受三条引进 从前到后的 奋不思绪 无过于 李正子是 目指在前 笑指在后 前 是受太阴飞 中 受卷行保 后颜 是受烧阴陷阱 所以 从前到后 确定他们 前后的 关系 别太少 太少 终渐是决 终渐是决